他來邪訊的不是住在這個地方 部隊進駐的那個駐 所以我應該在一問就講 駐台 我想說幫助的駐還是什麼駐 因為我還沒看到 他從網路上出來 所以我就特別強調 他為什麼會下這個標題 我不了解 但我們的解讀就是說 他在這個地方 是有幾個人 因為有交流嘛 有邪訊嘛 邪訊的話 不講說一天來 訊完他走 他一定會住在這個地方 他都是一個短期的 訊完以後 就會回去 絕對不是部隊進駐 美台這間訓練有高達20年以上的時間了嗎 這個 長久以來都有交流了 從我記憶以來 大家都有交流 兩邊要造成誤解的話 要努力去把這個誤解給說明清楚 那我們 郭軍方可以做的就是 我已經表達了 這不是駐部隊 這一個交流的邪訊 那至於對方要怎麼樣來做一個頻段 我想這不是我能夠預測到的吧 那臺美軍會不會有做這個臺面化的嗎 也未必吧 就是因為平常都有的交流 沒有什麼抬面化 不抬面化 就按照正常的程序來做 也沒有刻意去把它彰顯出來 也沒有去好像就刻意隱瞞 那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 那有些訊息 我也不便講得太清楚 我們就保持這個態度 我們就保持這個態度 謝謝大家